台荣地区种植荔枝面积将近有2000公顷 尤其是以黑夜荔枝为大宗 近几年太平农会积极拼外销 但这荔枝保存新鲜不太容易 最怕变成黑壳影响了卖相 为此太平农会跟相关单位来研发 采取零下100度急速冷冻保鲜的技术 这解冻之后果品饱满多汁 色泽鲜亮就和新鲜荔枝没有两样 而这保存期可以长达两年 因此未来不论是外销欧洲还是美国都没有问题 博客红色外壳浑远饱满的果肉 一口吃下鲜甜多汁 重能沾不绝口 不说你不知道 这可是去年生产的荔枝 太平农会与相关单位研发出冷冻荔枝产品 透过零下100度打氮气急速冷冻 让荔枝保存在最佳状态 保鲜期可长达两年 这个冷冻荔枝我们吃了以后 其实在我们的温馨里来自 比较大一点 不管是它的色泽也好 还是它的口感也好 经过一年以后 其实它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保存 所以刚才我们在吃的时候 每个人说 赞 这是去年的荔枝 可见它的保持它的原味方面 其实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我这次来指望目的是 我希望能够回复到30年前 台湾尤其是太平农会 太平这边的黑夜荔枝 能够品质再提升 然后能够在日本 可以有更好的销路与通路 农会表示 荔枝外销除了要先进行冷链技术 外销日本还必须要经过薰蒸 报存期限仅有21天 加上薰蒸后色泽味道都改变 消费者难接受 太平农会辅导农友取得专利技术授权 让荔枝采下后 马上进行急速冷冻 保持最新鲜的状态 解冻后不论口感色泽 都跟新鲜的没两样 未来将可以进军到欧美的市场 新的防疫以后 才能到我们的日本去做一个行销 因为经过45度的一个熏蒸以后 它的颜色外壳都是变成黑色的 所以我在尝试一下 日本人不知道荔枝是红色的 他们以为荔枝是黑色的 所以日本人在我们的原产地来参观 都非常惊讶 荔枝的颜色真的非常漂亮 是红色的 太平荔枝种植面积将近800公顷 其中以黑夜荔枝为大宗 由于荔枝采收后 经过三天外壳就会变黑 七天后就会变味 保鲜不易成为外销上的困境 如今克服技术问题 不仅提升水果的附加价值 更解决产量问题 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得到 打响台湾荔枝的知名度 接着转转台中常报道